不知道哦,好不甘心哦 整个夏天都快过完了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 对啊,好像就只是跑来跑去 什么事都没有做 现在已是九月下旬,又是一年夏日结束时 身在广东的我,仍能在热浪般的晚风中抓住夏天的尾巴 又感受到了秋衣的贴近 你的夏天结束了吗?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 每年夏末都会以一部电影作为夏日的告别仪式 今年我选择的是《蓝色大门》 千禧年初,台湾著名电影人焦雄平经营的极光电影有限公司 开启了三成绩策划 集结六位来按3D电影人拍摄不同的话语故事 其中包括王小帅的《17岁的单车》 林振舍的《爱你爱我》 《一只眼的蓝色大门》 一只眼的副导演在西门町发掘了两个高中生 贵伦美、陈柏林 经过两个月的表演训练 他们成为了孟克柔和张世豪 2002年《蓝色大门》这部永远的华语经典青春片诞生了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这部电影 蓝色大门好在哪里? 为何能成为青春片的经典? 蓝色大门有何含义? 如何理解电影的同性标签? 关于如何拍好青春片 蓝色大门提供什么借鉴? 有人用一句话概括蓝色大门的故事 我爱他 他爱他 他爱我 将这故事拆解开 三角关系 同性恋 异性恋 几个元素的组合 放在青春片谱戏中 或许会被吐槽狗血 但蓝色大门呈现了一个亲人心脾 出人心弦的故事 不仅在于其清新沉浸的基调 更在于他的主题不仅于少年少女的情斗初开 还探讨了青春期的身份认同 自我认同 如果说自我意识觉醒是青春期来源的一个标志 那么青春期90%的烦恼和疑问也来源于此 来源于自我意识和主流价值间的鸿沟 矛盾 冲突 而这种鸿沟衍生的身份焦虑 便是最普遍的青春期症候 我是谁 我和别人一样吗 我需要和别人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 我该怎么办 每一个经历青春期的人都躲不过这样的疑虑 蓝色大门里的孟克柔就是缩影 她是女生 喜欢的也是女生 电影中 她一直处在身份误认的妮闹钟 林月珍把她当作张士豪 张士豪又把她误认为林月珍 而电影就是帮孟克柔找回自身的过程 也探讨了如何处理自我与主流间鸿沟的课题 对于孟克柔喜欢女生这一点 电影以细腻隐晦的笔触描述了这份同性之爱 这种朦胧的笔触既符合青春期的人物形象 又符合电影纯净的基调 电影的第一个镜头 孟克柔和林月珍一起闭着眼睛幻想未来 直到月珍提到她的未来有女儿两字 孟克柔猛地睁开了眼睛 转头看向月珍 开端便暗示了孟克柔对月珍的在意 另外 不论月珍向孟克柔提出怎样无理的要求 孟克柔即使一开始拒绝 还是会屈服于月珍的撒娇声 答应她的请求 这是一种超越友谊之情的爱护 还有 在月珍提出一系列关于张世豪会不会答应跟她交往的问题时 孟克柔都是一口否认 这是一种潜意识的占有欲 以及对第三者的排斥 或许孟克柔都意识不到她当时的斩钉截铁 又或许张世豪没有出现 孟克柔就一直意识不到自己对月珍的感情不止于友情 因此张世豪这个角色本就带有推动孟克柔正式同性之爱 自我觉醒的作用 而对于这一角色的扣画便是蓝色大门第二大出彩之处 蓝色大门的张世豪和情书中的藤井树一样 虽然不是电影的最主题 但都成为了影史上最经典的少年形象 张世豪的成功一部分来自陈柏林的成功演绎 当年18岁的陈柏林拥有纤细清爽的身材 有黑健康的肤色和一张俊俏明朗的脸 一切都恰到好处 这个形象拉到镜头前 即使不叫做张世豪 也能留下另一个永存影史的名字 而另一部分解义来自导演的笔工 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一个细节 张世豪总是和彩色相联系 专属于他的符号游泳池是蓝色的 他穿的衣服自行车包包也是彩色的 他的两件衬衫布满了花纹图案 尤其和衣服偏肃静白色的梦克肉对比 更突出了张世豪的花桥 而这种彩色也表明了张世豪的性格 热烈 开朗 自信 外向 导演说他在写剧本时 就把张世豪设定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 优越的家庭环境塑造了他单纯开朗的性格 这种大男孩看世界的眼光非常简单 对于他们来说人生的烦恼可能要到28岁开始 对于17岁的张世豪来说 最大的烦恼只是尿尿会分叉 以及不喜欢游泳但又想保送大学 他的刺猬和行为方式如此简单 因此他总是毫不掩饰 坦承直接地表达内心想法 电影开头 他发现孟克柔在偷看自己 便毫不掩饰地转头看过去 等绿灯亮起也是毫不犹豫地向前执行 这个镜头就已经体现了张世豪的直爽 电影还为张世豪设计了好几句重复的台词 也表现了人物的思想单纯 他反复地向孟克柔介绍自己 在对方未给出反应后 加上了一句 我叫张世豪 直接做欧席 游泳队其他社 玩不错啊 人物收到回馈后更是直接了当地问出 我是游泳队其他社 长得还不错啊 我有什么不好 他又一遍遍地问孟克柔 那你为什么要问你啊 那你为什么要问你 哈喽 那你为什么要问你 因为在张世豪的思维认知里 任何行为只有一个动机 那就是遵循内心所想 这样单纯又幼稚的思考方式 放在张世豪这种被家庭保护得很好 不然事事 晚叔的大男孩身上是完全成立的 于是他与早熟 敏感 怯懦的孟克柔形成强烈对比 因为身上的沉重感较弱 张世豪在感情中反而更能自信 勇敢 诚实地了结自己 表达自己 孟克柔在游泳池帮林月珍表白的一段戏中 他重复地问张世豪有没有意思 但张世豪的回答都是 总要知道对方是谁吧 而在确定了对孟克柔的好感后 他便展开了追求 即使孟克柔聪合他与林月珍 他也没有被推着走 而是明确地拒绝了林月珍 勇敢而坚定的张世豪 和怯懦而犹疑的孟克柔形成了镜像 前者帮助并推动着后者建立自我认同 身份认同 性向认同 张世豪的出场就预示着这一角色的作用 在一群身穿校服行注目里的学生中 身穿花衬衫的张世豪格外显眼 他不仅没有认真行李 还搞怪起来 这个镜头便暗示了张世豪推动孟克柔 与主流价值对抗的作用 在张世豪向孟克柔告白的这场戏中 两个人穿过了行注目里的人群 更划破了背景院的庄严 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后来张世豪吻了孟克柔 帮他印证了 原来跟男生接吻也无法磨灭自己喜欢女生的事实 他又鼓励孟克柔 既然喜欢林月珍就去跟他说 既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同性恋 那就试试吻月珍 看看有没有感觉 在张世豪的一次次推动下 孟克柔对于自己一直模糊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电影中有不少两人骑单车的画面 从前孟克柔都是退缩的姿态 但电影结尾 跨过了身份误润 身份焦虑门槛的少女 将退化作镜 变得明朗自在起来 这边要提到蓝色大门的含义 我尝试着去搜集导音给出的解释 他曾说蓝色大门曲自电影中游泳池大门的意象 可惜游泳池的膝被砍了许多 这个意象不明显了 便在片尾加了一句 而这句话来自导演写剧本时脑海浮现的画面 多年后张绍豪和孟克柔两人站在大门的两边 而蓝色又是导演最喜欢的颜色 便取名为蓝色大门 而在电影海报上写着一句话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扇门 是初吻 是初恋 还是难忘的回忆 这句话再结合电影的英文名字 Blue Gate Crossing 意为走过蓝色的门 蓝色大门又可以理解为成长的一个门槛 一个界地 一场仪式 但就像导演所说 蓝色大门没有官方解释 每个人都可以做不同的理解 我个人理解将蓝色大门缠结为蓝色和大门 打开大门意味着突破心理阻碍 坦承的面向自我 也意味着勇敢面对自我与主流的鸿沟 坚定地守护自我 电影多处运用了大门阵营异象 孟克柔跑去体育馆的墙上刻字 是他发泄情绪表露自我的方式 而他每次去涂鸦墙都要跨过一扇门 孟克柔向张士豪投入自己的秘密 第一次说出了对月珍的感觉 也跨过了这扇门 最后他跑去游泳池找比赛后的张士豪 也跨过了泳池的蓝色大门 而林月珍在遭到张士豪的拒绝后 同样走过了一扇大门 将张士豪的物品烧掉 这扇大门便可理解为少年少女们坦承自我 突破成长的象征 而蓝色是游泳池的颜色 也是张士豪那件花衬衫的颜色 游泳池和花衬衫都是孟克柔和张士豪情感的连结 以蓝色做大门的前缀是再合适不过的 哥德说 我们喜欢蓝色并不是他强迫我们去看 而是他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 蓝色给人的情感是暧昧复杂的 他既明亮 宁静 清澈 纯洁 又冰冷 潮湿 被冻 失落 与青春的双面性适配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对青春双面性的形容 香港青春片六楼后座中说 蓝色又让我想起了法国导演阿布代科西旭拍摄的女同情面电影阿戴尔的生活 他的另一个意名是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 两部电影都探讨了青春期的身份认同 并包含同性标签 但相比阿戴尔的生活对同性爱情的大胆描写 蓝色大门的琢磨则隐晦的多 不少观众还表示自己被电影中的同性标签欺骗了 蓝色大门的同性之爱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甚至对于孟克柔是不是同性恋 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因此电影的结局也引发了不同想象 孟克柔在亲吻林月珍后哭了 是因为得不到回应而失恋了 还是因为失去了这个好友 疑惑是 他亲了女生后也没有感觉 依旧对自己是否同性恋 感到困惑 孟克柔穿过蓝色大门 看着远处的张世豪 发出赞许肯定的目光 这个目光有什么含义 穿过蓝色大门 是否意味着他最终选择了张世豪 等等问题 电影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因为答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孟克柔在这个夏天更明确的自我 并得到鼓励 即使喜欢女生 也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蓝色大门诞生之时 正是台湾电影工业低谷之时 台湾本土电影市场占有率仅有2% 而蓝色大门已斐然成绩 振奋了本土电影市场 并开创了新青春电影的先河 它的故事元素 电影美学 主题表达等都影响了后续一系列台湾青春片 因此 蓝色大门在影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它之后的华语青春片也鲜有超越之作 尤其是前些年太多震在地下的国产青春片 彻底搅乱了观众的观感 并让华语青春片蒙上了污名化阴影 也更显蓝色大门的弥足珍贵 如何拍出一部简洁 偷彻纯粹的青春片 一只眼导演曾在采访中说 借冲突的特殊性吸引观众 而后又把冲突的特殊性给扒光了往里走 然后才能看到最底层的一般性与寻常性 也就是说 所有冲突都是平常的 所有平常都暗含着冲突 就像孟克柔和张士豪所说 这个夏天就只是跑来跑去 什么事都没有做 这个夏天没有波澜壮阔的冲突以外 又不同于波澜不惊的典一日常 就这样 在暗流涌动的情感中 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但三个少年少女 也在跑来跑去中 悄无声息地品尝了成长的滋味 孟克柔更清楚了解了自己的性向 只烦恼尿尿会分岔的张士豪 第一次有了感情的困扰 而林月珍也经历了一场 还未热恋就已结束的失恋 反观国产青春篇有一个通病 他们热衷以 红红烈烈刻骨铭心的精密装饰青春 并极其迷恋表面的激烈的戏剧冲突 既舍弃社会图景 又无视情感逻辑 人物故事情感都莫名其妙 他们所描绘的青春是浮夸的 悬浮的虚伪的 自然无法引起观众的共鸣 严谨君儿说 青春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日子 经历了青春的人回头看 或许那些疯狂的叛逆的狂热的行为 如今看来已不足挂齿 那些无聊的反复的平淡的日子 回想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 但只要留在我们记忆中的 便有它的意义 因为正是这些记忆 影响着参与着塑造着现在的我们 就像张士豪说的 但是总说留下些什么吧 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 我们就是孟克柔和张士豪 经历了许多个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 就悄然结束的夏日 但在多年后 想起发生在那个百无聊赖的夏日的一张笑脸 一声问候 一次告别依然会会心一笑 因此 每个夏天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 不论你这个夏天过得丰富或单调 精彩或乏味 都没关系 多年以后 你或许会想起这个夏天 下午三点的阳光 看到一个up主 推荐了一部电影 电影叫做 蓝色大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